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平就有暗路 要想得到心暗 就必须要心 心平 心平之后才能心暗 我们现在心不平 怎样才能让它平 平上头又活 跟大众相处 要能活起 心自然就平了 暗 在世出世间法里头 最为可贵 所以你要暗了 暗从哪里来 暗是个果报 暗的应是什么 平 平安 中国人也要平安 心要不平 你就不得其暗 心不平也不得其和 你看中国人讲 和平 平安 我们也常讲 和平安定 先要和气 和是因 平是果 平是因 安 是果 安 是果 安 是因 乐 是果 和平安 落 这佛教跟我们六合金 我们祖宗教给我们仍爱和平 和平底下就有安乐 第一个因素就是好 如果没有和 底下平安乐通通得不冷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社会 老百姓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 物质精神受用者乐呢 你就看这个社会是不是想好 你从这里去看 你就会了解 这个社会不和 人心一定不平 人心不平就要出乱子 绝对不会安定 生活绝定痛快 幸福快乐 要怎样才能得到呢 要身心安稳 身心安乐 这才能得到 安乐 要怎样呢 我们能得到身心的安文呢 在中国一般数语里面讲平安 人心要不平 我们修六合静 不但身团里面重视六合 反而是学佛的同修 每一个人家庭里 在社会在社会工作 在社会工作范围之内 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要修六合静 我们才能真正得到 侯平安乐 说实在话 这个心本来是平等的 你看看慧能在谈经里面讲的 本来无一无 本来无一无 不就是清净平等吗 所以到如来古地 才叫佛佛到头 那是真正的 证得清净平等觉 菩萨虽然是平等 但是竭尽平等 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平等 他在修清净平等觉 所以主要晓得 清净平等觉 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我们的真心 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是平等的 本来是大觉的 现在我们失掉了 自信的德能失掉了 怎么失掉了 我们有妄想 有了妄想就不去了 从妄想里面产生了分别 有了分别就不平了 分别就有高下 就不平了 从分别了 又出现了执着 执着就造业了 就不清净了 把我们本性里面 本具的清净平等觉 完全给丧失了 这个丧失是迷失 不是真的失掉了 只要我们恢复信德 跟住佛如来 没有两样 如何恢复呢 把障碍去掉去 只要把妄想去掉 分别去掉 职责去掉 就恢复了 一切职责去掉 心就得清净了 如果大家相处不活 不疑备信德 不活是普遍的现象 诸位如果稍稍留意 观察一下 无论大小团体都不活 社会上最小的团体 夫妇两个人不活 那你就这一生就够痛苦了 为什么不活 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过人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过人随顺自己的知见 这些知见全是错误的 全都是以自私自利为基础的 越迷越深 越陷越苦 佛经里头称为 可怜民者 我们说的悲点 什么人最可怜呢 不能跟人和目相处的人 是最可怜的人 换一句话说 能与一切众生和目相处 是最快乐的人 苦乐不在外头 你自己找的 你想得乐 你要给一切众生和 要跟天地万物和 宇宙本来是和目 它一体的 为什么和目 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体 让我们整个身体 我们的身心和 会很快乐 为什么它一体 它不知道 展开的时候 整个宇宙是一体 就是一个发生 我们如果知道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了 就好了 它不活 我们不能怪它 因为它不知道是一体 与一切众生 和目相处 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是谦卑 尊重对方 这是平等对待 那里面不能有傲慢 把自己的傲慢去掉 用什么方法呢 千倍 尊重对方 年华草树木 山河大地 都是这样的 一片恭敬 这是佛法 叫做 佛法讲 生佛平等 生是众生 佛在佛法是最高的 得行修养 达到究竟约满 你看在他心目当中 跟一切大众平等 所以自己自然谦卑 自然尊重别人 爱护别人 关怀别人 别人有苦难 哪有不援手帮助的道理 这是和谐社会的根